等了半天根本不是在飙速是归宿 这是台湾宽频速度在最新的调查 世界排名倒数第四 这名陈小姐月花695的上网费用 却没有享有应该有的8枚上网速度跟品质 光是开个网页就花了快20秒 这是小老百姓的无奈心声 您知道吗 现在全台的宽频速度还大大落后其他国家 透过中央研究院跟民间大学的网络测试 平均只有13枚 甚至有的政府机关连平均速度都还不到 像这样子最新一次测试的网络速度是7枚 但是就连像这样子的公家单位的网络速度 就连台湾的平均值13枚都还不到 台湾人民使用归宿网络 来看看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 台湾落后给全球最快宽频速度的日本 也落后给世界排名第五的韩国 目前韩国还朝向以GB单位作为宽频服务 难道监督单位都睡着了吗 从民众到立委都开炮 如果比韩国慢的话 我觉得这是需要改进的 我们是一个宽频的落后国 但是我们的收费是非常贵的 所以说就好像我们用大联盟的门票钱 去看小联盟的比赛 立委督促修法改善NCC者表示要达到目标 要从电信龙头的中华电信做起 要做好宽频建设跟基地台的覆盖率 以及第二条宽频 砸大前要追赶其他世界国家 能不能因此让大家标速上网 备受全民监督 明天林东明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